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一下 西西老师和葳葳老师 刚才呢 其实小五老师他讲的是 精气神啊 是外面表达出来的 我觉得除此之外 我们还应该更加注意到的是 自己内心的感受 就是内缘的一种情感 咱们这首诗是很有 很有希望的 很有骄傲的感觉 也很有未来的憧憬 所以我们要把这种感觉 融入在我们读稿的 这种情绪的波动当中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 我觉得咱们俩属于 属于一个系统的 一个小型系统 我们是什么系统 外表系统 对 刚才听着 大家朗诵了一遍 我觉得你们呢 应该说更像是读课文 不像是朗诵 朗诵呢就像说话一样 我们要有重音 要有重点 它不是节奏都是一样的 不是语调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我们要有所看所想 比如说我们朗诵到树叶的时候 你眼睛里能不能看到树叶 我们朗诵到仙辈的时候 你脑子里能不能想到仙辈 这样才会言之有误 我说的是不是太 他们听得懂吗 听得懂 老师 我听得懂 听得懂 听得懂 我们就随便找两句吧 好不好 从第一句开始啊 微微大别山 清脆欲低的山间 你看啊 微微大别山 我们要能看到那个山 清脆欲低的山间 我们要能够看到那个山间 然后呢 节奏要有一点变化 我再来朗诵一遍啊 大家跟我一起啊 微微大别山 清脆欲低的山间 应刻着十万英雄儿女的脚步 预备 起 微微大别山 清脆欲低的山间 应刻着十万英雄儿女的脚步 有情感 我觉得有情感 好 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 微微老师 还有希希老师 好 接下来呢 是我们四位老师 给大家单独辅导的时间 以乾坤狼转 迈入新征程 这就会越来越往上走 大家把硕果雷雷啊 念的时候一定要是第二绳啊 硕果雷雷 你与深情的 红土地 就是不要有这个 唱调 我们就是平时地把它读出来就可以了 好不好 我觉得孩子们 他的那个学习能力特别强 在我们上朗诵课的时候 其实每个孩子都非常的投入和认真啊 我们教他们的东西 他们很快地能通过自己的学习消化 然后实践出来 然后进步也非常的明显 乡村振兴 不仅仅是经济上和物质上的提高 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文化上面 我们学校每一周要开设一节经典送读课 我们对孩子进行这些红色的传承教育 让他们知道 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他们要感恩社会 长大了 用自己的才能来报效祖国 报效社会 我们在学习的事 这是认真 按钻 我 的